虽然说我知道很多的学者 前辈都很忧心忡忡 会不会惊吓这个撞传事件 引发武力冲突 我斩钉截铁说不会 我一开始就说不会 因为大陆的整个战略框架 很清楚 称雄不称霸 什么称雄 就是我告诉你 我的拳头越来越大 但是我不称霸 我这个拳头不会随便动用 所以像你看在人耐焦 在黄岩岛 大陆就是弄一个小指头 跟菲律宾在那边喇来喇去 他还不急着处理 看谁气场 待会我们会谈到 我的意思就是 对台湾也是一样 他就是 我这样讲也许 对台湾不太尊敬 但是也蛮事实的 大陆说 这个国防 你美国要给武器就给武器 那你要自己直接截治 所以美国都乱卖一些武器给台湾 增强台湾的防卫自信心 但是我们稍微懂军事人知道 那些武器就不管用 什么丢200万颗手榴弹 叫那阿兵哥新人丢手榴弹 现在什么时候 你有看到俄乌战争用手榴弹没有 俄乌都用不到 台湾怎么用得到 不过就是反正美国就要卖你嘛 所以美国负责管控台湾的国防 那大陆负责管控台湾的外交 你要参加什么外交活动 这个准那个不准 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 体育活动可以 文化活动可以 那什么经济活动 这里不行那也不行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管控我们的外交 会管控我们的水域吗 那水域是 他认为水域是他的 对当然 这是祖国的水域 怎么是你这个孙国 应该有的不是啊 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他一定会进入 相对的水域里面来做执法 他执法也会依法来执行 但是不至于去产生什么 太大的困扰 有人都担心说金门 我跟金门的乡亲们保证 你们马照跑舞照跳 鱼照抓船照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以为你太快把这个底牌 给掀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不会啊 但是他会 应应这个事件 他会在大陆用司法手段 取代军事手段 也就是说 他可能会在大陆上立案 调查刑事侦查 然后叫你那几个认为有 有犯到这种故意杀人案的 海巡署的人员 可能会发布通缉等等 所以台湾赶快把那海巡署 调回来 你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他用司法手段来平伏 他的老百姓 海警船也是司法手段 那未来台湾的船只 进入金门马祖 那也一定他会 偶尔会象征性的登船检查 但是也不会给你太大的困扰 因为他很清楚 他的矛头要对的是民进党当局 要削弱民进党当局的威信 而不是说去给台湾的老百姓 带来什么困扰 尤其是金门马祖 他秀名名 所以他给电也要给 瓦斯也要给 连金价大小都钱他出 他只会跟你计较这个 我讲过大陆的总体策略 叫称雄不称霸 这还不过清楚了吗 你看他怎么应付美国 应付菲律宾 应付越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战法 我认为你是偷偷去帮民进党上了课 没有没有没有 我开玩笑 所以这个民进党就是这样看啊 所以民进党判断他不会动用武力 你不会动用武力是不是 所以民进党就借这个机会 在蔡英文下台之前 让蔡英文保存了 这种捍卫主权的形象 好庄严的下台 那另外被恶心大陆是软脚虾 大陆不会跟你计较这个 这样的话大陆被恶心两次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意外嘛 第二个就是你竟然堵我不会动手 这个也够恶心的对不对 是啊 对所以我问一下运老师 那你觉得呢 我们长期来包括美国都反对现状被破坏 变面改变 不能改变嘛 所以这就算不算是一种改变现状 这个蔡委员包含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他比较忧心忡忡 对对对对 这个叫老陈魔国 不是对对 老陈魔国也好 小陈魔国也好 但是就讲出一些我心里的感觉 我认为刚刚秀芳介绍这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是以往不曾见过的 首先第一个到东部海域 24海里的寒意 虽然在你讲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通过的话 因为大陆原则上 他不是看台湾的嘴脸 他是看美国嘴脸 那美国现在针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高调的宣布 我最近因为常常媒体我发觉 媒体的每个消息都是有目的的 他在宣布的时候他有他的对象 所以说这个是以往没有见过 只要是见过以往没有见过的事情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在盘算什么 第二个我买同意在委员讲的 就是大陆的民意高涨 你总是要有一点措施 有种做法 有种突破性的做法 那让人觉得的话 这个有的时候 就说坦白讲 我因为跟一些年轻人接触 那年轻人的话 把这个委员的话讲得更直接 你就是不敢啊 你就是没用什么的 我跟你讲这种话 基本上讯息也都收到了 那个这个民意之间的 这种仇视的感觉是彼此相对的 因为这个委员的话本身来讲 他见识的比较多 那我本身啊 我本身常常就是有些朋友啊 他们总是会觉得说 好像我对于大陆印象比较好 我说不是 但他们现在对我的态度 也出现一些转变了 就会觉得说 台湾这边的态度怎么这个样子 问我什么 我就跟他说有很多人啊 就是像我一样的讲 就是说把这个底牌 就及早就切出来 因为大陆本身呢 我觉得说虽然称雄不称霸 是有道理的 但是怎么样 他不会让你看穿他的手脚的 这个 还有第三点的话 我建议大家看 我只看穿他的头 我没有看穿他的手脚 不是 我要建议大家 就是看一下那个回家 就是东部战区 这里面二字头的 全部是东部战区的船 东部战区的话呢 里面所展现出来的 我跟你讲啊 像这个2203、2204、2205 的话呢 既然你都这么清楚知道他的顿位 我们台湾三千吨以上的船 的话几艘啊 有没有两艘啊 我都怀疑了 对不对 他基本上是要用那种 压制的方法来做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那个回家的那个图啊 里面讲的啊 是从佩洛西以来 把刚好连上的 金门也谈到了啊 佩洛西那边的画了 六个管制区 里面都出来了 我觉得呢 大陆整体来讲啊 是有一个民旗在下 这个民旗当中呢 会觉得说 因为他过来的 其实都是在演练 都是在练习嘛 那么虽然我不会觉得说 过两天我们台北一大早 我们台大正中央 来的颗导弹 没有这个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 某种程度来讲 你看了应该明白 就是说大陆基本上 已经开始着手于 就是做这个 统一未必要打仗 要搞清楚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